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我的节目 每周六我都会回答大家的问题 今天我将破例做五个视频 希望大家一定要记得点开小铃铛,然后五个视频了 我会把大家的问题都回答,为什么要做五个视频呢 因为我前女友今天跟我联系 叫我做五个 所以我就听她的话了,做五个吧 好,第一位观众他说 想知道大圣有没有在看台湾的政论节目 如果有的话,哪些政论节目比较多 我这么讲,台湾的政治评论节目 我是男女,我都看 像男呢,就属于赵少康 绿的呢,就应该叫新台湾 我基本上两块我都看 我这人 其实我这人政治观点,我涉猎是很广的 包括五毛粉红那些频道,我有的时候我也看 我看看他们怎么讲 因为我知道他们怎么讲,我才能再讲他们 我不知道这些傻子是怎么想的 你说 我怎么反驳他们 好,大圣觉得移民澳洲比较好,还是移民美国比较好 这是我会员观众问的 首先呢,我的会员观众,如果你问我问题 我百分之百会回答 因为呢,你毕竟掏个一个月,掏个几块钱嘛 几块钱对于我而言,说实在话 几块钱在美国能干啥啊 一个汉堡套餐都要11亿美元 这个的话,要2块5美元 就这一瓶 这个呢,要1美元到2美元 所以,实际上这东西 但是呢,我的会员观众,你掏钱 那就是对我极大的支持 至少你付出的金钱 对不对 苍蝇肉再小,那也是肉啊 也是代表着你对我的义愤肯定 是不是 不,这个我要说那些没有加入的 不像有的人,下面那天天喊 哎呀,大圣党好幽默啊 给我带来欢笑了 让我笑了一整天了 还有说,说把他中午吃的饭都给喷出来了 说喝的茶都喷出来了 就这么幽默 我就这么幽默 给你带来一天的欢笑 你不嫁个会员吗 移民哪里好 肯定是美国好 我就这么跟你讲 美国三亿人 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多元文化 多元种族 从各个方面讲 生活成本都远远低于澳洲 从房价 油价 物价各个方面 所以移民美国肯定是比移民澳洲强 澳洲一共才两千多万人 你想一想 它也就是墨尔本啊 悉尼这些大城市 再加上澳洲的汽车跟美国是反着的 当然我对澳洲那个国家我也不太感兴趣 说实在话 因为我已经习惯在洛杉矶在加州 在美国的生活了 别的国家就一点兴趣 我一点兴趣都没有 就这么简单 当然台湾日本我会去看一看 台湾日本啊 别的国家像什么希腊啊西班牙啊 没兴趣 那去那来干嘛 你不要信 不要信什么景点 你看YouTube上面的景点多么美啊 然后你真的要去 你真去的还没有看视频美呢 美国这么多景点 国家公园 我去看了这么多国家公园 我这么讲 让我许多景点让我大肆所望 你第一遍看 看美国的那个沙漠很壮观 你老看习惯了 还有我们老经常会看什么呢 YouTube上面的美景 他都是什么 把那个景点最美的时候 最美的时间都给拍下来 然后调色让你看 你就感觉特别美 所以你的心理预期很高 你真正的你到那个现场去看 发现跟你看的不一样 你就跟我到黄石公园 就美国15号高中路 一路他有国家公园嘛 我一个野生动物都没看到 不说野生动物你们都去哪了 不是说有了种鹿的吗 熊的呢 没有 一个都没有 我到优胜美地我去看 我去了喝几遍 一个熊都没有 所以 那都宣传 所以不要相信 不要相信那些 还是移民美国好 移民美国 但这么讲啊 还是有钱比较好 因为如果你移民美国干的是最底层了 真的很累 真的很累 前几天上我节目的那一位小兄弟 二十岁 他去打仓款 干了一天 累的实在受不了了 他不想再打工了 他要去上学 说未来十年会有什么被看好的新兴行业 电动车 肯定的 这个行业未来十年要大规模发展 然后是 我能看到的是电动车产业 再往后可能就是航天 私人航天业会大规模发展 可能是未来十年到二十年 以SpaceX为代表啊 未来的话可能稍微有点钱 大家举办一个婚礼啊 就可以上太空了 会很便宜 几万美金吧 这是一个自动驾驶也是 然后 其实我认为未来十年人类会大规模的远离市中心 会去离市中心越来越远的地方 比如说山里面啊 河里面啊 就是辽不拉死的地方 比如说阿拉斯加可能去遥远的阿拉斯加 在某一个岛上 因为人类在未来十年 它的互联网会大规模普及 就互联网的覆盖区域啊 现在我们的互联网主要覆盖的是城市 你到了个乡村啊 到了山区 网速不行 网速慢 所以未来十年 如果说天网 他解决这个问题 那就不得了了 那真不得了了 因为好多人有网络就可以赚钱了 他直接住在八百公里之外 在那山沟里面 然后买一个房 他要吃饭的话送外卖 买东西的话亚马逊网购 然后未来的外卖是用无人机 直接空中传递的 都有可能 他没必要到大城市了 未来的话这种大城市 这房产是个大问题 我说实在话 景点以后的话 买个度假屋啊什么的 蛮蛮好的 好 大圣喜欢多人运动吗 这个问题我真的是 不要老问这些 个人隐私问题 我这么讲啊 我说看法 如果不反对任何人多人运动 我也不歧视 我也没有任何感觉 我也不提倡 包括我就讲这个社会观点 我对社会的看法 包括女性啊 多人运动 3P4P1080P 男性1080P 480P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他们爱怎么搞怎么搞 包括什么换妻啊 什么 戴绿帽啊那种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完全是自由的 他爱怎么搞怎么搞 这是我的看法 我只能发表对公共事务的看法 但你要问我 我个人喜不喜欢多人运动 我也没经历过你问我说 喜不喜欢 我经历过之后 然后再告诉你喜不喜欢 你想一想 就像你问我喜不喜欢喝 喝可口可乐 我没喝过你问我喜不喜欢 有没有搞过多人运动呢 可以在下面评论一下 说一下感受 我估计也没多少区别 你就想一想都是那一个洞 插来插去 你说能有啥区别 那最多再口交一下 插一下嘴 那还能咋的呀 对对 还有个钢交 那三通 最多了 你要不然 你能有什么感觉 还有什么区别 对对 那可能是多女一男 多女一男 我看这有点 这也很正常 那一个上面 等我搞过了 我再跟你讲一下感受 没有 不知道 我日能这么讲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像有什么女的 有兴趣 赶快联系我 就完了 我搞完之后 我告诉你 汇报一下 有什么感受 好吧 我就说这么多了 拜拜 拜拜 我不歧视任何人的 性行为 任何人的 性行为 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请各位 下一次 尽量不要问我这些问题 因为这个跟我 没有任何关系 你还不如 给我一百美元 更实在一点 我跟你讲的都是实在话 你跟我讲这玩意干嘛 好 拜拜